嘿,哈囉,大家好,我是Gambo,我是Niko的老公 那我這次受到他的邀請了,然後也是測試了八大原字圖 針對整個測試來講,因為我在測試前我自己也有設定了幾個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我先講我整個測試的過程好了 其實他這整個測試的過程有點像是在自我探索 然後讓你知道說,其實你到底哪一個地方是哪一個部分是比較突出的 哪一個部分是你比較弱的 那那是因為我的原字圖裡面有一個是比較特殊的 叫做視覺、空間、智能 因為滿分是100分,我的分數達到了113.86 但是中國有一句話講的就是物極必反 所以我喜歡的東西就會跟人家不太一樣 所以我的審美觀呢,會跟我老婆不太一樣 可能會跟正常人不太一樣 我的審美觀就是有我自己喜歡的風格 所以這個就是讓你找到一個可以支持你內心想法的一個 算是心理測驗嘛 應該可以這麼說 然後再來就是,我第二高的是自我絕世智能 這個部分呢,其實他的解釋是指說 我的個性是比較硬的 然後比較固執,然後講話比較直接 然後個性是屬於比較驕傲,比較有自信 那其實這一件,其實這個反應下來其實我還蠻認同的 因為畢竟從小到大養成的習慣是我自己是比較獨立 我基本上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去處理 我也不太會去麻煩別人,等等之類的 其實這個圖,它不是那種隨隨便便啊 你在路邊隨便找一個什麼異經八卦什麼算命 然後順著你的毛摸這樣子,然後知道的答案其實不是 當你做完這整個圖的時候呢,你會感覺你的理智跟你的情感在拉扯 但是這個拉扯的過程,不是在 真正在拉扯的過程,不是在這個講師在 這個老師在跟你分析的這個過程 而是當他讓你知道你的優缺點的時候 當你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的時候 那個才是真正的拉扯 因為你必須在那個時候 第一個控制你的情緒 再來就是控制你原本的反應 再來就是你要去思考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轉變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樣子的測驗 因為我們要讓自己越來越好 我們要讓自己處於一個不斷學習 不管是知識也好 不管是自我提升也好 不管是溝通能力也好 等等之類的,人就是要不斷不斷的去學習 提升自我啦 對,就是要提升自我 所以我覺得當你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 或者是當你覺得你好像 活的是不知道要什麼東西 現在很多年輕人會活的時候就是載浮載沉 我要舉手 就是感覺好像卡關了 有點陷入在那種沼澤的那種感覺 對,如果你是處於這種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會建議你去做這樣子的實驗 不是實驗啦,做這樣子的測驗 然後 因為它會幫你規劃出你與生俱來的優點缺點 你當然就會順著你的優點去走 然後避開你的缺點 讓你的人生比較好走一點 那當然這不代表就是OK 那我就是永遠就是 哇,往著我順的地方走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不斷的拉扯 而這個拉扯 會一直持續到讓你覺得這個拉扯感越來越小 會變成 這件事情就是如此的自然 我覺得這個是設計這一整套的測驗 對我來講最大的幫助 當然因為我剛做完這個測驗 其實沒有很久 所以我還是處於在這個拉扯階段 我有可能今天很忙 然後回到家就會覺得 哇賽我今天整個都快死了一樣 這個就是拉扯 你要用什麼樣子的情緒 不把這種感覺帶進家裡面 或把這種感覺帶給老婆 或把這樣子的感覺帶給小孩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在這邊要非常推薦大家 能夠去做這個八大制圓圖 對,因為我覺得這個圖有點饒舌啦 可是我必須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八大圓制平良裡面 它其實有分很多不同等級 我們測的是最入門的等級 是,總共是有八項 那另外的話是有四十八項 它更細 它會針對在你的原本當初 你去檢測驗出來的這八項裡面 再去劃分更細更細更細的東西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去針對這些問題 去細分出你要如何去解決它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我先舉個例好了 你先在舉例之前我先講一個重點 在你還不了解自己之前 你如果先去做了四十八項的話 我覺得對你的幫助其實並不會很大 應該不一定吧 我覺得這是一次攻頂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沒有做過 我是屬於比較循序漸進的方式 它的個性是這樣 可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被推薦說 建議我可以去做公頂的那一款的話 我就會想去公頂 因為我會想要去知道我自己 到底我的個性細節 到底在哪裡 我會去有點吹毛求疵 雞蛋裡面挑骨頭 會想要去找出答案 因為我沒有找出一個答案 我會心很慌啊 所以這就是個性上的差別 對 所以我們就會 應該說我們推薦八大原字評量 在這邊介紹給大家 對這邊介紹給大家 它都會給你一份PDF的檔案 這下面它都有很多很長的一些 它會有一些基本的解釋 但是實際最重要的還是與老師面談 那在面談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分析你 這個人的溝通 這個人的相處 你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調整的 你這個人哪裡好像比較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溝通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只是 我們秀的這個PDF檔 它都只是一個參考 對 但是我要先講 就是我們兩個 就是諮詢的老師是同一個 因為那個時候當初是我先去諮詢 之後我才跟老師就是在約說 那我要讓我老公諮詢 所以呢就是一起就是同一個 同一位老師諮詢 那他也比較了解 我們兩個人的狀況 當下我老公在諮詢的時候 我也有在旁邊 一起聽 所以呢老師 他也有就是順便就是一起 算是兩方 雙方的溝通 三方溝通不是雙方 三方溝通 那到尾聲這個時候 我想要用一個小小的挑戰 可以嗎 可以啊 你要挑戰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我多多挑戰完 你會買iPhone14 Pro給我嗎 我要金色 對啊 再考慮 我們互相 你應該要先聽完我的挑戰嘛 主要先講條件嘛 好沒關係 來 雖然我講你又 我考慮 算了吧 我雖然勇於接受挑戰 對我要講 好 就是我們互相講對方 三個優點 三個缺點 三個優點 三個缺點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就會有iPhone14 Pro 那我們先 時間先暫停一下 我們先各自想一下 你想好了嗎 我現在就可以講出你三個優點 缺點也想好了 缺點也想好了 因為我缺點一大堆 所以他應該也不用想 我發現我的iPhone14 Pro金色的 快到時候 好 那 那你先 好我先吧 漂亮很漂亮 非常漂亮 三個優點 三個缺點 三個優點 不然那個手機就不要了 就沒有了 你這樣亂不來的話 你看完蛋了 優點 嗯 嗯 好啦先講缺點好了啦 可以吧 缺點喔 就是 那好啦你先想一下啦 那我先講 我先講對方的 我老公的優點 優點就是 他很老實 好 第二個 就是 他說話算話 會做到 他從來不食言而肥 這樣子 那第三個優點 就是 哈哈哈哈 完蛋了 第三個優點就是 他隨時都可以知道 我的東西不見了 會放在哪裡 這也算 他算是一個探雷達探測器 看你的雷達 我就說奇怪 我的眼鏡呢 我的眼鏡呢 放在哪裡 他就會莫名其妙 他也去幫我找 他就是幫我找到 好 就是三個優點 那 缺點的話就是 講話毒舌 講話很毒 很毒 很毒 很毒跟實在 很毒 很毒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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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一啊 我要強調很毒 他講話很毒 真的很毒 只對自家人講話這樣 沒有 我跟外面的人講話也是一樣 我只是比較可惜 那個毒的毒量不一樣 跟家人的毒量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 很毒的那種毒 那 第二個就太固執了 第三個就是 他很憋 不知道在憋什麼憋 縮頭烏龜的那種憋 也是他內心太憋了 他都不太願意去講一些 他自己的內心的事情 所以我會很擔心 所以身為老婆的 也是要去想一下 另外一半的心情 這一點其實我 這個問題我也有問過老師 老師就是說 當另外一半說 想要冷靜 想一個人靜一靜的時候 好 那我就去陪小孩 就把小孩拉到旁邊 或是帶到房間 去看書 或是看電視什麼 讓老公自己一個人 安靜靜一靜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要去打擾他就好了 好 那我的三個優點 三個缺點講完了 那你 換你講我的 三個優點 對 你還在 你還在卡 卡棍嗎 沒有風扇一直在叫 好 三個優點 就是 我 我覺得你的優點 就是你可以 當一個自由工作者 我 這不是吧 這是優點 我真的 你沒有任何優點可以講嗎 屁股叫 什麼 我跟妳講說 是個性 不是外在 還是說哪裡 你優點講不出來 先講的缺點 缺點 第一點是睡過頭 對 第一點是睡過頭 然後第二點就是 做事情會拖 就是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三個就是健忘 健忘 對 健忘 那現在優點可以了嗎 優點 白痴白痴白痴 可是我 我印象中就是 有一天早上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天 前一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因為 我的生活習慣是這樣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都會 先在我的電腦面前 check我的email 然後 看有什麼事情 把今天的schedule 全部都把它排好 然後我坐到電腦桌前面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電腦桌上面有一張紙條 然後 然後我老婆跟我說她很愛我這樣子 這是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真的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嗯 這是算優點嗎 就是 有時候會很貼心啊 很貼心 那一個其實 真的讓我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好 那你繼續 你剛剛要講的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那個 有一次你拔牙 然後就拔到那個 牙齒滿口血嘛 嗯 然後 然後 在那個醫院待了兩三個小時 嗯 然後 你出來的時候 你的嘴巴是這種 然後我還要用猜的 猜你講什麼 然後你跟我講說 你就問我說 你會不會很累 要不要就是先回去睡覺 就是先回去休息 你在我 就是讓我自己先回去 然後你在那邊 一個人在那邊 就就好了這樣子 嗯 我覺得就是很很很貼心 可是其實當然我 我也沒有這麼做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你還蠻顧家人的 就是 你有些時候就是 欸 家裡面有一些東西 或者是看到一些家電啊 你會想要 買給自己的家人啊 我是覺得這個都是 還蠻 蠻不錯的 這樣 就是有在 當然當然 可能想法上沒有做到 可是實際上 他其實會行動派 其實他不會講 對 他不會講 可是他都是 喔 做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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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人就是這樣子嘛 你就是必須要 細心的去品味另外一個人 你才可以發現他的好 而不是就是說 喔 他今天一定要做一件 很大很誇張的事情 或是什麼 就像現在如果有一個 不管是你的另一半 還是你的 男女朋友好了 他說他要摘一顆星星給你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但是就是有人會信這種事情 懂意思嗎 就是有一些人 他是屬於 細心品味的那一種 他 我老婆是屬於那種 需要花時間 跟他相處 然後你要去細心去品味 他是一個 人家叫做好酒啦 你不能一直把它喝完 你要慢慢慢慢細品 這一個人 你現在是不是為了iPhone iPhone14 才會講這些故事 沒有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我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其實我都一直 記在心上 你知道 喔 我那一天真的是 我看到你的那個牙齒流下來的時候 我還以為 你吐血 那個時候是因為我 我晚上去 下午的時候去拔智齒 8點拔智齒 12點睡覺的時候 我上床 因為我就已經吃完那個 止痛藥 通宵眼藥 之後就趕快就先睡 睡的時候 因為我睡覺 喜歡側躺 他嘴巴又會 這樣打開 他會打開的時候 那個血水還有口水 我睡覺是會流口水 在被子上面的那種 所以那個嘴巴啊 他就邊邊這邊 就流那個血 那個時候他的臉 就一攤 然後我還以為他 吐血了 真的 我不騙你 然後他就把我咬醒 我明明就是已經是睡著的 他就把我咬醒 他說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要不要去看醫生 那時候已經半夜了 我跟他說 我不會痛啊 我就在睡覺啊 他說你看你那個血 你看 一直流喔 沒有停喔 其實我沒有任何感覺 因為其實應該血塊 是應該有毒 是你把我咬起來了 之後那個血塊移動了 之後那個血又開始一直在 沒有 那太恐怖了 那真的太恐怖了 你可以想像一個女生 然後躺在你床上 然後那個枕頭有三分之一都是血 啊躺在那邊說 對 而且那個那個 對 當然是他躺在那邊不動 他也很急忙的就是 帶我去 應該是這樣講啊 他照顧任何人都很細心啦 不管是誰 帶我去一家大醫院 那邊是沒有牙科 因為牙科要有半夜的急診很少 所以我們是住高雄 所以那個軟綜合 沒有 所以要跑到高醫 他叫我們去高醫 所以我們才跑到高醫 後來我去高醫那個時候 那個臉是這邊腫 因為那時候我出門 我沒有照鏡子 我也沒有擦嘴巴什麼 都沒有 所以這邊嘴巴這邊 就好像松鼠一樣 這邊藏了一顆 藏了很多鍋子 對 他那個護士 剛開始看到他以為 我可能去跟人家打架 還是怎麼樣 然後也是會要詢問一些事情 所以我講話也講得不太清楚 就會這樣子有點 鼓鼓的 講 講不太清楚 我就說我去保養保養這樣 所以其實 我要很慶幸說我遇 就是 第一個我很開心可以 使用到他們這個 IGS的天賦智能系統 我很高興可以遇見到他們 那也真的很幸運 我可以就是 嫁到一個好老公 說真的 因為連老師也是說 我很幸運 對 Peace 要不會愛 嚇死我以為你要 比中字 我們可以給你擁抱 來來來來 想要你的愛情 勇於愛和嗎 趕快去 IGS 你把這個當作寫回好了 夜夜錄完了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還有你們對這一次 我所分享的系列 有興趣的話 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都有清楚的詳細介紹 還有網址與連結 給你們做參考 記得可以點進去裡面 詳閱裡面的細節喔 那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出去 給更多人知道 還有給你身旁的人 真的很需要這項服務的人 那不要忘記囉 幫我打開小鈴鐺 並且追蹤 這樣才可以接收到 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